《器材展覽》近1萬名買家入場較去年增3.6% 《明報專訊》今屆香港國際醫療器材及用品展 吸引了接近1萬名買家入場,比去年增加3.6% 其中,多個買家都對港商供應的電動輪 以評價甚高澳洲Comfort Mobility 總監John Minchenberg 表示 這時他們首次參觀香港國際醫療器材及用品展 他們接觸了一家供應電動輪椅的香港公司 覺得其產品質素優良該公司將繼續與他商討價錢 和其他細節約一切順利 預計每年會購入4-6個貨櫃的電動輪椅外地買家 以採購電動輪椅台灣樂洋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經理林俊興也表示 人口老化令台灣市場對長者醫療設備和產品的需求 增加透過大會的商貿配對服務 該公司已開始與一些香港和內地的供應商進行磋商他透露 該公司有意採購電動輪椅 包括必非科技的越章輪椅 有限公司 中一位公司 也許是周章的